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2号 这期就是我的新年特辑 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本来这期应该在1号放出 但实际上从1号写到了2号 我在这里,在纽约向大家问好 有的观众说去年时代广场的新年特辑言犹在尔 是的,我也感觉过去一年恍然而过 对于我来说呢,这一年是既短暂又漫长 因为其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一些我在节目中说了 还有更多我会在未来的节目中说 那么做自媒体或者说以自媒体形式做媒体呢 明年就要满四年了 这四年里我收获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从时政评论的孤芳自赏到现在百花齐放 我是一路目睹着YouTube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在变革的时代总是思想纷纭 但是究竟哪一种能走得更远 能经得起历史的反复摩擦 这是我一直思考和追求的 过去的几年只代表一个阶段 从2020开始呢 我的探索,我的节目都会步入下一个阶段 在这新年的第一天 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未来的节目计划 同时也正面回答过去一年 不断有观众提出的疑问 以及呢,未来几天的节目预告 当然最后还少不了那本书 还有上一期的小谜底 那么在说计划之前呢 首先重申一下我的节目初衷和宗旨 我在以前说过好多次 但是这一次呢是最正式的 我做周朱坎节目初衷呢 就是开启明智 反击中国社会的各种错误思潮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共政府宣传的那些错误思潮 简称五毛思维 当然还有一些批判中共和专制的 各种自由主义的 神秘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的 各种思潮 我一旦觉得有不对的 我就想去分析去纠正 我做节目的宗旨呢 是尽量全面 理性客观 然后是有态度 有立场 最后有解决办法 我的做节目主要手段呢 是靠传递全面真相 并且正确解读 因为在一个信息自由的社会 信息充分了 甚至过度了 但是你解读错了 也是百搭 那么要探求真正属于中国的未来之路 当然是要追求那个最正确的规律 和最准确的分析 那批评呢 也必须准确 推理或者归因 必须是真正的有道理 能够经得起假设检验 不是简单的似是而非 或者简单的类比 我做周朱坎节目的最终目标呢 我当然是希望 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拥有良好的 有序的 和平的 绝大多数人都能身心舒畅 并且感到充分的幸福感的一个富强的中国 我个人的目标 就是建立一套正确的理论 或者提出若干正确的想法 帮助这一目标的实现 那以上这段话呢 比较啰嗦 简而言之就是 亚里士多德说过 我爱我师 我更爱真理 那么我周朱坎说 我爱民主 我更爱真理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加工为 我爱反共 我更爱真理 那这些目标和宗旨 贯穿我整个节目的始终 有了这些前提 就很容易回答很多的疑问 首先有的人问 你的立场经常摇摆 那么参照以上的宗旨呢 我的立场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但是态度心静 有时候是会变的 更多的时候 是事情本身在变 形式在变 那么我站在观察者的角度 自然我的分析 也会跟着形式而变 而且我追求准确的判断 分析出来什么就是什么 有时候呢 会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长远看 它是对的 那有时候呢 中共是错的让人咬牙切齿 我当然会痛批 但是有时候并不关中共的事 或者外界对中共的批评呢 并不切中要害 甚至批评当中有错的 我也会去指出 有时候事务发展 本来就不是直线的 那么你过犹不及 我也想纠正 比如说香港问题 我想全中国 大概90%以上人 都是支持香港 维护法治 追求民主 但是当事态发展到一些 不必要的对蓝丝啊 对个别人的那种 没有必要的极端暴力 那就必须要提醒 甚至反对了 至少说是要谴责 或者表明态度 如果你说这种提醒 或者反对 就是立场摇摆 那我也没有办法 关于香港问题 上个月我做了一期节目 引起很大争议 但是那是因应 做节目之前的一段 时期的发展 其实后面的形式 又发生了变化 我还有一期没有做出来 我会在那一期里 对香港问题做一个总结 因为一直太忙了 所以那一期一直拖着 那一期里面 会把所有问题说得很清楚 而且还会跟 陈秋实 徐晓东有关 那么一个星期之内呢 我会把2019年 积压的五六期节目 会以周周砍旧文 或者别的标题的形式 做出来 还有的人经常说 你是大外宣 你拿了中共多少钱 这里呢 我正式回应一下 就是狭义的大外宣 是拿了中共的钱 替他说话的 我只想说一句 如果中共已经开明到 拿钱让我说这些话的地步 我觉得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们就不用再反共反专制了 因为中共已经足够进步 足够开明了 给他时间 他很快就会自我演化到 一套民主法治的社会 甚至比美国还要美好 如果你说的是广义的大外宣 就是说不拿钱的 那么就是自干五 或者叫自干外宣 那这就属于观点问题 那我可以说 虽然呢 我有时候节目里说话 有保留 或者比较温和委婉 但是基本意思 大方向就是我的宗旨 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也都是我经过思考 认为最正确的 当然了 因为时间和水平的有限 有时候当然会充满错误 但是如果你认为 我跟你想法不一样 或者跟所谓的主流民主圈的想法不一样 那就是错 我也不能认可 这个就是我的特色 我的宗旨 我只追求那个最正确的 我说的都是我认为对的 言下之意 就是别人或多或少都是不对的 因为我的以上宗旨呢 所以我要批评什么 一定也不是瞎批评 一定追求言之有理 并且考虑到对方的处境 有时候我会把对方的处境说出来 比如说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很多行为是有错的 而不仅仅是素质低或者穷 如果是素质低或者是没钱的话 我就不批评了 那个不值得批评 我只批评他什么地方有错 而中国或者中国社会 国民的一些合理诉求 正强的国家情感和国家利益 这个我也是从来不批评的 如果你非要针对这个 那我只能说是每个人有个人的偏好 那我周周看节目呢 我只针对真正错的东西 或者我只追求正确的东西 我只去追求背后的规律 而且我批评不吹毛求刺 那还有的观众朋友经常说 你居然还能回国 你还能用微信打赏 你肯定是个特务 这个很简单 我用微信打赏是因为我从来没觉得 我做的是错的 甚至是我做的在国内就触犯什么天条 我只是在努力的讲道理 当然了 我有条件是我在墙外说 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内人 甚至五毛 他也是期望有人去真正讲道理的批评 而不是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骂 或者张口就是台湾独立促进中国民主 国家分裂造福中国人民这种 听上去很惊悚的理论 当然你要是真觉得这个可行有道理 你也得慢条思理的慢慢推理 慢慢说道理 那如果国内还能够容忍这种 慢慢的讲道理 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 另外微信打赏是因为 很多人在微信群里的言论 比我要激烈的多 所以大家对微信都不陌生 都知道那个环境 有人说打赏容易暴露身份 其实这国家是透明的 只要你上微信 你就暴露身份了 那至于PayPal打赏 那也很简单 是当初跟明镜学来的 还有人会提到什么28局的事 提到我的简历 什么中国的政府 那些我以前都解释过 有的是以前闹着玩的 那么有的是开玩笑的 至于28局如果还真的有人信的话 我只能对你表示遗憾了 其实这件事挺刺激我的 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甚至改变了我后来的心境 这个东西我一直表示不可理解 我也在节目中说过两三次 但是正式的一个完整的答复呢 我会在后面一个 北京精心动魄40天的后续 加长篇姊妹版 告诉你我后来心路历程的变化 以及遇到了一些真正让我精心动魄的事 在那一期里 我会把这个事完整的说完 另外就是对一个人来说 他看待事物是看内容还是看标签 这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两种方式 如果有一些观众认为 我的观点让你感到又有道理 又动摇了你的想法 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 但你又说不出我错在哪 于是呢你就认为我很危险 于是你就认为我是在替中共说话 或者大外宣特务 那么这部分观众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些可能就是我周周坎 最有价值的部分 是我最想达到的目标 我在这里恳请那些 认为我是大外宣为中共说话的 认为我观点错误的 把我的观点截取 并且留言告诉我错在哪 然后呢 我在新的一年会积极回应这些留言 因为我始终相信观点碰撞会产生火化 然后会让双方都有进步 也许很多东西呢 我没有说清楚 口误或者考虑不周 水平有限 这都会有的 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尽量提醒我 还有的人说呢 你说话充满了可能大概不确定 那么我只能说 这是媒体的原则 和我研究态度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底线 就是尊重事实 因为我们做实时评论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一手调查 在美国中学教育里 就会教学生去辨识可信的信息来源 那么新闻有个原则 就是有两个独立可靠的消息源 才能确定 比如说武汉的肺炎是不是SARS 我不能仅仅凭一篇某某新闻网的消息 就信誓旦旦的说 我国内的朋友告诉我的 已经确认了 我非常肯定 这个话我是说不出口的 当然由于中国的国情 对于消息辨识的要求可能低一些 特别是一些热点事件的传闻 或者政治高层的消息 但是对本来应该公开的消息 我是可以去质疑 去合理推测 甚至是猜测的 所以我会加上也许大概可能 但我不能弄得 好像我就在这些人的床底下趴着一样 那如果更严谨的一些学者 像周孝正老师 他就很反感过度解读 胡乱猜测 当然如果按他的标准 很多自媒体都没办法做了 但是我相信呢 还是有一些底线可以坚持 比如说最近的民航总医院事件 有一个左派人物叫张鸿良 他发了一个 转发了一个李延峰医生写的 关于民航总医院的真相 说因为第一是急诊不能报 第二关键是医院有公费报销的份额 所以医院不能让他住院 住院才能报销 于是那个家属是故意杀人 这样可以让老太太得到有效的免费治疗 那么按这个说法去推测呢 也挺有道理 可以完美解释我之前所说的 我怀疑的一个矛盾爆发点 就是那一句很奇怪的 这一家人都犯魂 谁敢把他们收治住院 我认为这一句话就是关键 因为医院不可能因为这一句很轻飘的话 就不让人住院 但是张鸿良这个毕竟也一家之言 我不会在节目中说这就是真相 但是我想这可能会告出部分真相 于是我可以接下来对政府提出质疑 这是正当的 因为对政府质疑跟个人不同 政府是有义务要自证清白 因为它永远是强势的一方 而且它是纳税人供养的 它有这个义务 但是呢 这个消息微博上也有人说是假的 说看到网上有人分析凶手动机 就是因为民航总医院急诊自费 住不了医院 走不了医保 所以杀人 那个帖子说这是扯犊子 首先老太太是超转待遇 95岁以上的北京老人 还有特殊医疗优待 其实他们在急诊室 也会报销大部分费用 何况这个老太太一直在观察时 简单输液 不是ICU 也没做手术 也没有上ECMO ECMO是什么 是体外心肺循环机 就是一天几万的那种 而且他说民航总院的 诊疗价格也不高 哪怕是全自费也掏不了多少钱 一家平均下来两三千 不至于负担不起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 所以如果按照全面的宗旨 我也会把这个消息拿出来 然后呢 我只能判断出 住不了医院 是让家属情绪失控 矛盾爆发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我还可以肯定 因为我查证过 医保确实是有份额的 但是至于这个老太 为什么住不了医院 是医学问题 是家属问题 还是真的是医院 没有医保份额 这个还只能是推测 我没有办法说 我自己发现了真正的真相 虽然那样看起来会很爽 此外 这个张红良提到的李医生 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么还有更大的问题 就是医保不足 医院有份额 超出份额 要让医生自己出钱 这是国家的钱不够吗 或者这是体制问题吗 这是简单一方面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 像张红良说的 用公费医疗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首先 简单说一下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的最大问题 就是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2013年中国的法治日报 在一篇报道中提到 就原来的卫生部副部长 英大葵披露 政府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 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 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就是80%医疗费 被20%拿走的源头 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可信度 特别是他提到 退休省级领导 住一次院 有的花300万 其实不但是领导 平民用公费医疗也很浪费 小时候我家里有过一段时间 教师的公费医疗 那个时候呢 家里抽屉全是药 都是从医院开来的 不管需不需要 都会去医院开点药 很多药到后来都过期就扔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 很多中国的城市平民 或者农村人口 他没有医保 看不起病 那么还有一些人 他跟医院有关系的 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住院 反正医生没有责任 他可以随便开药 随便让人住院 这就是十几年前的状况 所以说公费医疗 非常容易导致工地悲剧 那么如果不搞公费医疗 搞比例医保 要实现广覆盖 保障权 经济节约 还要人道 对社会进步的程度要求 也是很高的 那除了你要有钱 首先是要杜绝特权 去除上面那80%的 极大的医疗资源的贫富不均 其次是医生也要科学诊疗 对医生的评价考核 只能根据治疗的结果 然后病人还要比较懂医学 比较理解和相信医生 这又对于中国的法治状况 对医生的职业水平 对病人的素质 对医生的道德要求都很高 然后呢 还要靠优秀的制度 机制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 那么自己付多少 什么情况下付 这个都要经过严格论证去最优化 所以这一整套东西 对整个社会的进步程度 要求都很高 不是单单一方面的问题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聊新年特辑 没想到这个稿子写的跨了一天 路呢也分两个地点 因为新年的第一天嘛 我从纽约赶回来 这个行程比较紧张 现在又回到了这个温馨的演播室 好 我们上面说到这个医保的问题 那么因为纯公费有工地悲剧 所以这就是医保份额制的由来 所以医保问题呢 在我看来永远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对于疾病和生命来说 钱永远是不够的 那么整个医保制度 是一系列的制度 机制设计和人员素质的综合问题 那么古人说 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周周坎呢 一直认为 不患不均而患不公 现在再加上一句 不患不公而患不张 张就是声张 就是发声的意思 所以这个底线呢 是越来越低 就是既然平均主义不可能 那么就只能要求公平合理 什么叫做公平合理呢 就只有我参与制定政策 至少我知根知底 大众投票通过 那么我的利益是多是少 哪怕是少一些 但是我参与了 我了解了 那我也服气 这样呢 我对自己的生活 就好做一个提前准备 回到民航总院这个案子 如果这个姓孙的家人 知道这个老太太能不能住院 能不能报销 能报销多少 并且也相信医生 那么实在治不好 或者没钱治 那也没办法 因为国家和他家就这水平 那他也不会去杀医生 但是假如一个人不能参与 制定政策 甚至没有知情权 最底线的是他都不能就这个政策 发出声音 这个恐怕是不行的 那么上面我分析医保的这种 全面而详尽的方式呢 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新的一年里 我的节目的三个方向中 传统周周坎节目的方向 在新的一年 我的节目大概会翻为三个类型 一个呢 就是提炼每天有趣最新的小新闻 加几句自己的点评 争取短评块 在五分钟之内说完 这个叫周周 news 或者就叫news 加一个方框号 第二个呢 是热点事件的快评 在一些突发事件 新闻事实的基础上 加上自己的评论 或者推测 或者自己的经验 那就是周周坎hot 一般来说 在10到15分钟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传统的周周坎 从全面的事实出发 尽量搜集最全的资料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精准的分析 找历史经验 案例对比 探究背后的这个社会学原理 甚至是独特的一些规律 它呢 是偏深刻和学术性 这是我在新年里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推进社会进步呢 不能只靠一些 劲爆的消息内幕啊 或者期待高层内斗 或者是外部冲击 或者是就是砍大山一样 要想推动社会进步 终究是要靠那些经得起检验的理念 去真正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就是你会说 也许改变想法很难 或者说需要内外部的冲击 那么我想说的是 就算有内部有什么变故 外部有强大的冲击 那么也要在中国人 甚至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 有一个基础转变 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上 你冲击才能够冲击转型成一个 你想要的那个体制 否则呢 任何内部外部的冲击 最后只能导致单纯的改朝换代 所以新的一年里 我大概规划周周侃一周最多三期 周周侃HOT呢 一到两期 新闻两到三个 一般放在周末 那还有其他一些观众有疑问 说你们节目很杂乱 那么我想以后呢 大概就分为上面的三个方向 是周周侃的一个延伸 周周侃系列栏目 另外的就是周周侃访谈和连线和现场 这个呢 可以放在一个大类 或者反正关于现在的名字 大家一看就懂 我呢并不是太倾向于永远在屋里坐而论道 闭门造车 我还想去多带您看一看现场 现实中发生的情况和别的一些嘉宾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意见更加的多元 我还会试图去搞一些辩论 就同时联系两位嘉宾 我来当一个主持人 或者几位专家的共同的访谈 那现在正在筹划当中 还有人说要么你自己是主播 要么你就专门做采访 你到底是什么角色 这个呢 由于媒体的性质 有时候我只能是既做主持人 然后我自己的节目呢 我发表自己的感想 我做主持人的宗旨就是 自己尽量不发表意见 我只提问 或者是接着嘉宾的话头 进行一些反问 主要是让嘉宾去表达意见 我呢 是带自己或者带观众向嘉宾提问 好 那么还有人说到你们的这个频道 有好几个 到底哪一个是你的主频道 以及你们的订阅量啊 粉丝啊 是个什么结构 那这个呢 我也是在这期节目向观众说明一下 我们ACM呢 原来是有两个频道为主 原来的主频道叫ACM蒙传媒 很老的观众可能知道 当时是大红色的 但是现在那个ACM蒙传媒呢 已经改叫ACM圈子了 ACM蒙传媒在2018年9月份之前 要快达到8万的订阅量了 但是在2018年初 我的节目就从ACM蒙传媒转到了ACM Show 当时ACM Show是紫色的 本来ACM蒙传媒是做新闻和评论 但是ACM Show是做一些演绎的节目 但是后来呢 可能为了发展这个频道 就把我的节目全挪到ACM Show ACM Show现在改叫ACM Tube 也是现在的这个红色频道 这个频道在2018年初 2017年底的时候只有几千 到了2018年9月份呢 涨到快3万 但是2018年9月4号的 这个整个YouTube遇到了这个订阅下降 YouTube的机制出了问题 大家应该还有记忆 最后后来修复了 到2019年初 也就是一年前的今天 我们这个频道就ACM Tube 以前叫ACM Show 一共只有1万7千 最低的时候1万7千个订阅 那经过快一年的发展呢 又涨到现在这个数量 不过最近据说又有的频道被掉粉了 可能在排除机器人或者僵尸粉 也有的人说呢 国内的VPN现在正在被大规模封杀 所以这些订阅啊 流量可能也有所波动 而我们的观众呢 很多都来自国内 所以这个流量什么的 可能会受一点影响 好 马上我们的周周看节目呢 也要快到第4年了 到3月份就第4个年头 1400多个日日夜夜 很多时候呢 我做节目也确实很累 但是过年前几天 就是上个礼拜 我收到一份观众来信 是国内观众 他说一直看你的节目很受启发 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其实我想说 这些年来就是靠着很多这样的观众来信 在支撑着我 这里我要郑重的谢谢你们 我想呢 这个评论节目会一直坚持下去 至少会坚持到我的书写程 或者更久远 因为那本书呢 是我做这么多节目的一个最直接的目标 我很多时候在节目中话说一半 或者语言不详 其实剩下的都在书里 当然以后节目中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以后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就算我在节目里再左思右想 前后都顾到 左边右边的观点我都摆出来 但是我最后也会给一个最终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 就是我过几天会出一个书的简介 我的书的资料基本都收集了大半了 然后目录基本框架也搭好了 前沿什么的都会有 我会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书的目标和进展 以及他最终的形态 我想应该会让您小小惊讶 因为我是想要解决 这个目前海内外民主人士 甚至海内外五毛和自干五的普遍焦虑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其实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大转折的时期 大家都有焦虑 左的有左的焦虑 右有右的焦虑 五毛也有五毛的焦虑 官方甚至他们有官方的焦虑 甚至可能习近平也有他自己的焦虑 我的书并不是说要简单的去痛骂哪一边 或者是说要煽动什么情绪之类的 我的书是想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解决大家的焦虑 让中国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能够走上尽快走上一个正轨 当然这个目标是极其宏大的 你说我一本书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 肯定是不能的 但是我想这本书可能会像我的周周坎的 节目一样抛砖引玉 让越来越多人能够真正坦诚的 接触到根本的实际的问题 能够勇于站出来去谈论中国的未来问题 让很多人呢 从每天和中共舆论的这互怼啊 或者对中国民族性的痛批 那种绝望中能够尽早的走出来 而且我的看法也非常明确 就是中国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我甚至已经指尖几乎都触摸到这个希望了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这些呢都会在我的那本书的简介节目里说 那么还有观众会问到一个小问题 说你什么时候去摘帽 其实我戴这个帽的眼镜以前也介绍过 我并不想个人出名 但是我很想让思想流传 能够产生一点作用 至于摘不摘帽 这实在不是我不尊重观众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 可能如果要摘帽的话 最快也得到明年这个时候 好的 说了这么多 不管你是觉得我废话多也好 矫情也罢 这是我在2020年1月1号写到深夜 一直写到1月2号的一些真心话 那么下面呢 预报未来的几个节目 首先是积压的旧文呢 我一定会做出来 比如说对香港问题有个总结 里面会涉及陈秋实啊 还有徐晓东 另外对台湾问题 1月11号之前我一定会做出来 还有复旦改党章的问题 郑野夫发难说 要高层公布财产的问题 以及习近平三部曲 什么叫习近平三部曲呢 就是习近平当上人民领袖 并且大谈全过程民主 还有习近平的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 以及习近平为什么粉身碎骨 我要维护国家统一 当然还有最新的台湾反渗透法 这个会先出 会明天出 另外呢 2020年我们的频道也要有创新 所以也要有一些观众调查 或者观众小投票 以前呢都没有时间做这些详细的调查 所以最近会做几个投票 关于节目的质量啊 风格会发在这个ACMTube的那个帖子的那个区域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题材 不喜欢什么 呃 节目长度你希望怎么样 质量希望怎么样 主持人的说话着装背景 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改进 会集中出现在这个频道的那个文字帖的区域 大家可以投票 那么最后要公布上一期节目的谜底 就是委内瑞拉人在新年之夜 如何度过新年 如何拜年 答案是这样的 现在的委内瑞拉人呢 他们的风俗 我想应该没有人能猜得到 我觉得很少有地球人能猜得到 他们现在是这样的 在1月12月31号的夜里零点 就是1月1号早上的零点 一边呢在外面放鞭炮 一边呢就拖这个行李箱 当然可能是空的啊 然后挨家挨户去串门 祝福新年好 然后喝酒碰杯 为什么要脱个行李箱呢 就是预祝来年可以到处旅行 到处去玩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热情浪漫的民族 也让我非常吃惊 上一期呢 就是我们说过一期委内瑞拉节目呢 是做基础理论的 后来还有一期节目呢 没有放出 我一定会在大概一个月内放出 而且会加上采访委内瑞拉人的视频 和现在委内瑞拉的实地的风光 以及我了解到委内瑞拉现在当地人的一些真实想法 比较有价值 说实话也让我小小吃惊 最后我也会得出一个小结论 也是跟我当时的想法也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实地采访 掌握一手资料的好处 那么在节目最后呢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与我们的频道共同进步 生活中每天都充满阳光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都是印巴人 很多别的餐馆都打烊了 什么意大利餐馆 日本餐厅 就这个印巴这边 好像不受影响 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坎大哈的餐厅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阿富汗风味 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1月1号 我现在呢 是在纽约城外的一家阿富汗餐厅 名叫坎大哈餐厅 人还是很多的 这家餐厅 打分也比较高 尝一尝阿富汗风味吧 这个元旦这几天 很多餐厅都关门了 什么意大利餐厅 日本餐厅都不开门 但是这附近呢 都是印巴一带的人 印度巴基斯坦 还有哪儿 孟加拉 对 这儿人流倒是挺多 他们好像元旦并不休息 对 我在纽约过来的时候 忘了吃晚饭了 或者是看到曼哈顿人太多了 就不在曼哈顿吃了 在曼哈顿也忘了拍自拍视频了 那就在这里开始今年的新年特集吧 这个沙拉味道非常奇怪 看着非常好看 但是这个味道是我从来没吃过的 不知道说不出来什么味儿 有点那种蔬菜的 生的蔬菜的味道 这废话 然后有一点酸酸的 也不是很酸 也不甜 也不咸 反正就是印巴那一带的红味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Gyro 这个点的是Spicy Lamb 羊肉的 这一盘好大呀 哇 他说的Spicy 真的就是一个整个的Spicy 就是考虑一下 羊肉呢 是羊肉 但是比较的老 这个饼呢 比较热 热乎乎的 比较软 但是没什么味道 没有葱油饼 没有葱油味 这种既是怎么办呢 不好 没有葱油味 是松岳 这种既是最清兽的 再次光伤 那种老 这种绢位 这种地方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